好,弟兄姐妹,今天并不是只有这一段 接下来还是我们破长不老的分享时间 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接下来的时间让破来跟大家解说吧 来吧,弟兄 好 OK,各位,今天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 如果时光倒流的话 今天就是耶稣升天的时候 就是一二月的27号 从这个初熟节起算 到今天是第40天 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在世上40天之久 然后照着迈克路的牧师的教导 告诉我们说 这40天来 他跟这些门徒们怎么样 教导他们全国的福音 此图行算明明白白记载的 那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什么 就是耶稣把火拉 把诗篇 把大小先知书 里面一切所指着他说的 全部都教导他们 不只是全部教导他们 还对照耶稣七十个礼拜的 那个福事里面 所应验的所有的事情 两边全部对照起来 然后 哇 这个就是耶稣当初在初代教会 教导使徒的一次 交付给圣徒的真道 就是这个 可是这个部分过去 我们失落了很多 因为我们所传讲的福音 在神国的这个部分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of God 神国的福音 我们没有把神国的概念 跟神国的教导 跟这个神国的深度 还有这个神国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成就 我们没有强调 也没有深入的去研究他 也没有通过这样的眼光 跟这样的视野 去把他给建立起来 可是现在呢 就是神复兴万物的时候的 就是The Time of Restoration 恢复的时候的开始 你看 过去呢 希伯来文呢 没有被恢复的 2000年之久 它是一个只有在仪式里面 所使用的语言 它不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活生生的语言 但是呢 以色列复国以后 现在这个希伯来语呢 是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语言 再度的被恢复使用 就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呢 神在恢复很多 然后神在恢复希伯来的立法 OK 所以我们现在在用这个 Michael Lou 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经过天文学跟农业 校正过符合圣经的 希伯来的立法 然后现在我们能够来领受 回复到当初耶稣 所教导的 那完整的天国福音 哇 我觉得实在太兴奋 你知道吗 复兴就是这样开始的 是一步一一脚印 而且一步上一个台阶 一个上一个台阶了 所以各位 真的就是复兴的浪潮 已经快要来到 我们大家要预备好 实在是太多人兴奋了 那为什么耶稣 要把这一些复兴呢 因为他要回来以前 要先复兴嘛 对不对 他回来就是要把神的国 就是弥撒的国 一千年之久 在地上完全建立起来 照着神的话语 照着神的价值理念 放到所有的制度里面 七个山头里面 所有的运作 全部这些过去的 属世界的 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要被他全部拆毁掉 然后他在建立一个千许年的国度 就是属神的 属灵的 属真理的 以公平跟公义 作为根基的 可是呢 又是用恩典 来治理这个国度 你看这是 这么样大的计划 当然了 要预备嘛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 希伯来的立法 要不要先恢复起来 一定要嘛 不然到时候 耶和华的节旗 在那边纪念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是哪一天呢 比如说 弥赛亚登基的日子 让人家多兴奋啊 各位想想看 耶稣在地上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上 他的宝座 神上身 有脚身相送 诗篇里面 这个就是弥赛亚登基的经文之一啊 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因为那个宝座是高的 什么叫有脚身相送 就是大家在那边吹号角 我们的神做王料 是不是很兴奋 可是呢 他登基到底是哪一天 各位知道吗 我们以后到秋季的节旗会讲 为什么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些东西 一句话讲清楚 就是呢 耶和华神亲自所定的七个节旗啊 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 这前面四个节旗的含义 他全部要应验 那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 就是启示录里面所描述 那个时候 他要来做王掌权 而且呢 他要施行王的最高的权力 就是施行审判 我们现在就在他第一次来 跟第二次来的中间嘛 而且我们现在很接近 他要再来的时刻了 所以啊各位 当我们把前面四个春季节旗 把它透彻的了解以后 我们就有那个基础 能够来了解秋季节旗 后面那三个节旗 都是跟你我息息相关的 也是跟启示录息息相关的 因为唯有了解秋季的三个节旗的 深刻的含义 这样子各位才能够了解 关于弥赛亚要来的这些 旧约信念里面许多的预言 将如何的应验 如何的实现 还有如果我们经验呢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在人世时地物 五个层面的全部精准 对位交叉应验的话 那你就会有一个完全的信心 就是说关于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来跟他来之前 所有的这些经文 他将如何应验 这个呢你会有极大的信心 这样子的信心是真实无为的信心 这个也绝对错不了 既然前面的四个百分之百应验了 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各位再一次讲 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样子的 惊心动魄 伟大的实在 各位想象我们现在就是在那里 在耶稣升天的场景里面 然后耶稣呢就翻下来大使命 那为什么他要叫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等十天呢 因为就像刚刚帕斯阿V所讲的 就是说你传讲福音的时候呢 你需要福音的power 就是神的能力啊 the dunamis OK 这个是超自然的 这个呢是圣灵所加添的能力啊 所以因为这样的非得要被圣灵给充满不可啊 神就是要用圣灵充满我们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冲破一切的拦阻 把福音传到地级 刚刚帕斯阿V所举例的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 Nagaren这个地方啊 过去是偏远的 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啊 因为过去许多的宣教士去到印度 都是从南印度开始传起的 可是呢 神的灵一浇灌在Nagaren 印度的东北角的时候 75年来 印度的宣教士 印度的代祷者 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成出不穷啊 Hallelujah 兴奋吧 好 那现在要到第二个slide 我就在录Michael Rue的这个 Chronological Gospel 这本按时间积序展开的福音书 里面的事件242 那这里面有一个摘要 事实天中发生的事情 好 约翰福音20章30节 耶稣呢 另外行了很多神迹 并没有写在约翰福音上面 那最重要的呢 为什么这个四福音书 尤其是约翰福音写下来呢 因为呢 他把这一些事记下来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还有他记载的焦点是在哪里 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 耶和华的儿子 是耶和华神的名字 并且 并且哦 这全部都连起来了 三个 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过去我们都解释了很多很多 对不对 包括耶稣一次开两个瞎子的眼睛 大放送 开一个瞎子已经有过来 还要一次开两个 那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呢 开瞎子的眼睛呢 没有人能够开啊 这个他们都知道啊 就是谁能够开瞎子的眼睛 就是纳弥赛亚 所以呢让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那你们要怎么相信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因为纳圣灵纳血纳水 都为他做见证 落在约哥的身座上面啊 然后呢叫你们完全的相信 并且全然的顺服他 这样子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永生 所以各位 做基督徒啊是这么一回事 全辈的福音是这么一回事 这样子才是热的基督徒 不是那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啦 永生之道是这样走的 刚刚所讲的这几个要件 是要完全的相信 并全然的顺服他 因为hear and obey 就说纳先知所讲的 你一定要听从 听从的意思 在希伯拉原来那个圣经里面 就是小骂 那小骂的意思不是只有听 还要去做 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雅各书里面讲的那个信心 一定要跟行为是加起来的 因为不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是真正的小骂 不是真正的听从 我一次就把下面的这个 约翰福音20章31.1的 Michael Rule的注解呢 我也把它讲完了 好 我们可以到第三个slide 那另外这40天的时间呢 耶稣呢有在加利利海 向门徒显现 这里面很著名的故事 就是彼得怎么样 被耶稣复兴起来了 那我们后面会讲 这个事情呢大家也记得嘛 就是彼得说他回去打鱼 他们都回到加利利去打鱼了嘛 就在提比利亚 那个就在加利利海的一个部分 那耶稣就去那边跟他们显现 就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 这个大家都熟 我们就先不读 我们就再到下面一个slide 好 那他们知道是耶稣 然后就上了岸 耶稣就在那边烤鱼给他们吃 然后还准备了饼 就是面包 总共153条 接下来第15节开始啊 那是一段非常内心对内心的对话 是耶稣跟彼得之间的一段 真的是从内心深处的一种深刻的对话 那其实那一段的对话里面 不只是彼得在跟耶稣对话 其实呢从那一段的对话里面呢 我们就好像是彼得 因为彼得的影子呢 也是在我们身上 我们读圣经是要替我们自己读 不是替别人读 不是替彼得读 所以圣经记载在上面呢 都是跟我们有相关的 那我们个人也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凭着这种血气之勇 不是凭着圣灵的话 不管我们怎么样的钢墙 我们都会跌倒的 可是呢 怎么样又被耶稣在灵里面 整个复兴起来了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对话 这个对话里面 耶稣呢称他西门巴约拿 然后呢 他就说你 阿嘎佩我吗 那彼得呢 说跟他回答说 阿弗雷奥尼 那用的这个名词不一样 虽然翻译起来都是爱 但是呢 一个是阿嘎佩 一个是弗雷奥 神的爱啦 就是阿嘎佩 无条件的爱 他不会因为对方的行动而改变 那弗雷奥呢 就是很有之爱 我们人跟人之间呢 会有这种弗雷奥的爱 这个也是非常的宝贵的 那这里面耶稣就对他有些托付 你喂养我的小羊 那第二次又问他说 你阿嘎佩我吗 那彼得就说 是的主 你知道我 菲雷奥你 那耶稣又跟他说 你牧养我的羊 好 再下来一个slide 第三次的对话 西门巴约拿 你菲雷奥我吗 这次耶稣就不用阿嘎佩了 第三次他就说 你菲雷奥我吗 好 那彼得 OK 你知道 你没有办法阿嘎佩我 但是呢 你承认你菲雷奥我 那我也接受 那为什么彼得 他这个时候 心里面就有点难过了 因为呢 耶稣问他说 你菲雷奥我吗 因为他自己承认 他没有办法阿嘎佩 但是耶稣又问他说 你菲雷奥我吗 那既然耶稣这样问 他心里就有点难过 伤心 我已经承认 我的爱是软弱的 我没有办法像 你爱我那样子的 阿嘎佩的爱 可是呢 虽然我是软弱的 可是我对你的爱 还是在这个软弱里面 有一个真诚的爱 所以呢 我跟你说 I菲雷奥 结果你还误我说 你菲雷奥我吗 那我彼得 就会有点伤心了嘛 所以呢 他就跟耶稣说 阿多奈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好 那这个等一下 后面呢 我们会有更深的讲解 每一字每一句 里面都是好深刻 然后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那你知道我菲雷奥你 那耶稣呢 就跟他讲说 好 那因为你菲雷奥我 所以呢 你就喂养我的群羊 所以这就是一个呼召嘛 对不对 那前面呢 耶稣先托付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那小羊指的就是那些 不成熟的啦 或是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对很多真理啦 不太了解嘛 还没有长大的 就是说这样 那你要喂养他们 让他们长大 因为小羊有很多不懂的 那当然呢 他也会伤害你嘛 所以我相信 所有当牧师的 所有我们在主里面服侍 都一定有被伤害过 甚至被背叛 但是呢 这是一个托付啊 你还是要为了我 来持续的爱他们 有一天他们会长大的 他们在主的真理跟爱 里面呢 他会长大的 他们长大了以后呢 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耶稣就托付他 第二次呢 又跟他说 你喂养我的羊 那就是比较成熟的羊了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 就跟他讲说 你喂养我的群羊 就是不管是小羊啊 还是说 已经比较长大的羊 你都要看顾保守 接下来呢 第十八节 就把他未来的路 先跟他讲明了 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呢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 谁亦往来 哇这个真的很 意气风发啦 谁己亦而行 就很自由自在 但是呢 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你看耶稣都没有骗他 耶稣也不骗我们的 你要跟随我到底 那会有逼迫 尤其在末世 彼得他们那个也算 那个时代的末世啊 对不对 耶稣不会 我们叫做sugar coat 在苦外面包上 一个甜甜的一层的糖 然后就跟你说 不会啊 不苦啊 你吃啊 很甜啊 耶稣不做这种事 你们愿意的自己加入 耶稣都讲明了 所以耶和记载啊 很清楚啊 就是彼得在死前要怎么样荣耀耶和华的 你会想说 为什么彼得的死会荣耀耶和华呢 为什么一个人的死会荣耀耶和华呢 会荣耀神呢 好 这个是一个question mark 我想各位就很多的可以揣摩了嘛 对不对 好 那耶稣说了这话就对 彼得说 你跟从我爸 大家看到这个时候 是不是会一震呢 如果说各位前两三集 都有在收听的话 你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跟少年观嘛 那一段对话 骆驼穿真眼那一段啊 然后接下来呢 彼得就跟耶稣讲说 看到我们都已经撇弃了一切 跟从你了 所以呢 在来世啊 你在降临的时候 我们会有多大的奖赏啊 有没有记得吗 那和合本的翻译 跟断句是照着英文 那英文King James的断句也是不对的 所以Michael Roo重新 把标点符号注清楚 那所有的就很清楚了 意思就是说 You shall receive hundredfold 你为了我受逼迫 你一定会收到百倍的 讲一个不恰当比喻 在拉斯维加上赌注一百比一啦 你觉得你好像一放上去 好像失去了一啊 结果呢一百下来给你啊 可是呢 那个是在他来的时候 可是在今世 你有父母和兄弟填禅这些的 还有什么 with persecution 还有逼迫 所以呢 在面临逼迫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 你要为了什么 你要放弃什么 OK 那个少年官来跟他 这一段对话的时候 是耶稣已经要上耶路撒冷的路上了 很快就要钉十字架了 所以他既然这个少年官 要来跟随耶稣 他那一些丰厚的财物 你知道他跟随耶稣 他已经要被逼迫了嘛 所以说耶稣呢跟他说 你把这些房产都卖了嘛 赶快把他给穷人 那你的财宝就到天上去 你的心呢也在天上 那这样你就可以专心跟从我 反正呢 你跟随我的时候是怎么样 背起十字架嘛 这个彼得也在场啊 那我们过去的研究这一段 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不是跟从而已 他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啊 然后就讲了这两次的重要的 将来再后的要再前 再前的要再后 那这一句名言啊 有在之后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那那个我还没有时间详细去讲 但是呢 葡萄园的比喻 也是又讲了一次 再后的要再前 再前的要再后 所以各位 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在帮助到回复到说 你如果是彼得 这个时候当耶稣跟你讲说 你跟从我吧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整个的背景 那个彼得都是了解 那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要受逼迫 然后十字架种种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第十八节啊 先告诉彼得啊 他后面要受逼迫 我们知道彼得到最后就训道了 OK 那为什么他训道会荣耀的神呢 后面我们要研读 就说因为有两个彼得 一个是被耶稣在这个时候 所复兴之前的彼得 那还有一个呢 是在这个时候被耶稣所复兴 而且在五旬节以后 被圣灵浇灌以后的彼得啊 各位 被耶稣复兴跟被圣灵浇灌以后的彼得 那是不得了的彼得啊 那这样子的伟大的圣灵的浇灌 这个事情是谁做的 各位是不是 因为呢 实习约翰就是指着耶稣做见证 Messiah 这个就是我说的要用火般的圣灵啊 不是用圣灵和火 而是说用火般的圣灵 因为圣灵呢 他是像火一样的 就好像在启示录 神的宝座 前的七个燃烧的烈焰 那个就是神的七灵 就是圣灵嘛 所以说要用火般的圣灵来受敬离 Baptized in the Holy Spirit 那这样子荣耀的作为啊 就是要Hovar做的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彼得才有那个胆气 才有那个恩典走到最后 然后甚至他说 我的阿多奈 我的主就是这样钉 实在下死的 我不配跟他一样的钉 把我倒过来钉 所以呢 这样子的死法 是大大的荣耀的Yahovah 大家知道 哇 以前彼得这样 现在的彼得居然是这样 Hallelujah 荣耀归给神 各位 这个也是我们在末世里面 所需要领受的 非常重要的恩膏啊 还有非常重要的 圣灵的二次大浇灌 好 那这个是初步的 我第一层 等一下我解第二层 跟第三层 这一段的对话 那彼得啊 就说 那主耶稣 你给我讲清楚了 知道我以后呢 是要殉道的 那约翰呢 这人将来会怎样 好 那所以耶稣就跟他讲啊 Not your business 这个你不用问 跟你没关系 我要怎么决定 是我的事 OK 但是对你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 专心的跟从我 这个跟从我 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跟从 是要拿起你的十字架 跟从我 好 但是呢 有一些的弟兄们 都误会了 以额传额啊 就以为呢 约翰是不死金刚啊 哦 一直要活到耶稣 第二次来的时候 都不会死 其实不是 耶稣只是在讲说 Bethe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不要去管 约翰会怎样 不干你的事 我对你的呼召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要全心全意的 把这个呼召行完 就这样 好 那我们可以到下一个slide 好 那这个我刚刚讲过了 你agape我吗 最后一次 耶稣问他 彼得你fileo我吗 那彼得就回答说 你凡事都知道 你知道我的心啊 你也看穿了我的心啊 你也晓得我的过犯 你也知道我的软弱 但是你也知道 我是真的fileo你 虽然这个爱是软弱的 好 你看 这个就是一段非常美的对话 就是让我们看到说 哇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是一切 可以这样子的自然 可以这样子真诚 可以这样子坦白 可以跟他有这样子 很亲密又真实的对话 因为神凡事都知道 好 那我们再到下一个slide 那接下来呢 耶稣就跟他们颁布了 这个大使命 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话 教导万民遵行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直到永远 根据马太福音 这句话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教导万民 这个万民把外邦人 都包括进来了 那另外呢 Michael Rue呢 特别有解释了这一个 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 里面讲到说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说其实在很多的 圣经文本里面 是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而且在所有的 这个历史的文献里面呢 也没有看到一次 这些的使徒的记载 就是说他们是奉耶和华 然后奉耶和华 然后奉Holy Spirit的名 为这些基督徒来施禁 没有 他们呢就是奉耶稣的名 来施洗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旧约里面呢 他们都是在 鸿海里面被施禁 归入了摩西嘛 但是在新约里面呢 因为耶稣用圣灵 为我们施洗 那就归入耶稣的名 好 我们再到下一个slide OK 那我把麦克尔路上一次 讲的这个部分 我也重复一下 路加福音24章45节 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那其实和本的翻译呢 不是非常精准的 会让我们误会以为说 耶稣手一挥 他们的聪明智慧 一下就灌进来了 然后呢 他们都不用学习 开了他们心窍 使他们就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不是这样 是因为耶稣四十天之久 很详细的把天国的福音 我之前讲的那三个部分 还有后面怎么样 在耶稣身上应该一对照 然后呢 详详细细全部跟他们讲 然后呢 耶稣再给他们做一个 最后的总结 那因为他们有过去 四十天耶稣对他们讲 还有之前耶稣也跟他们教导 以至于最后耶稣 给他们一个总结的时候 他们就 哦 一下子打通了认读二脉了 开窍了 哦 原来呢 火拉啦 诗篇大小先知书啦 哦 原来所写的就是 米赛亚 必须受害 然后第三日 从死里复活 他们整个才会明白过来嘛 那圣经的这些经文啊 如果说那么容易 可以明白的话 那么耶稣也不用特别 复活要四十天之久呢 来跟他们好好解释 然后呢 路加福音啊 二十四章 King James的版本 And that repentance and remission of sins should be preached in his name among all nations beginning of Jerusalem 就是说 你们要奉耶稣的名 传讲悔改 传讲赦罪 罪被赦免 remission of sins 而且那个sin是复述的 所以说那个罪过 还有罪孽 罪迁啊 这些都被赦免 那因为是耶稣 留下的水跟血 所以罪才能够被赦免 因为如果不流血 罪就不能够得着赦免 这是我们过去都有讲到的 而且呢 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 然后传到万邦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好 然后第四十八节啊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哪一些事呢 就是旧约里面 所讲的那些经文 对不对 耶稣怎么样应验了 这些的经文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然后呢 四十九节就吩咐他们说 看啊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那过去我已经跟你们说过的 父有一个恩赐 gift要降到你们的身上来 然后呢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那这个能力呢 就从上面下来的 那你就知道 就是那个圣灵的能力 没有圣灵的能力呢 福音是没有办法在这许多的逼迫 困难 贤主流血里面 这样子强而有力的传遍万方的 好 他真的是很关切 每一个圣徒他们训道的时候 所以耶稣站起来了 他看到耶稣呢 站在耶和华神的右边 好 第二十四章五十节 耶稣领他们出去直到波大尼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那这个举手是怎么样举手 这个祝福的内容是什么 就在上一集的 麦克尔路的这个 《使徒行传》读经里面 他都有示范给我们的 他用大祭司 麦基喜德的祝福 但这一次呢 他是真实的 麦基喜德的这个位分 用那种大祭司祝福的手势 给他们祝福 那这个祝福实在是很厉害的祝福 各位去查旧约圣经里面 因为耶和华神特别告诉摩西亚 就说你要告诉亚伦 那个世世代代 祭司们要用这样子的祷告词 来为百姓祝福 然后当祭司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为百姓祝福的时候 就是把耶和华神的名 放在他们的身上 这个是不是厉害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 就把耶和华神的名 这么宝贵的名 I put my name on them 就把它放在他们的身上 这个实在是非常大的祝福 然后他就离开了 被带到天上去了 好 那我们到下一个slide 那这一个呢 就是第四十天 往后再数十天 就是五旬节 那我们也真的是满心期待 这次符合圣经的希伯来历 五旬节丰富的圣灵 来浇灌我们 好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slide 好 那大家就看到 你看看 这个五旬节其实是希腊制 真正的圣经讲是七七节 小母后就说你要数七个七 数四十九 然后他的隔天是第五十 那就会落在西伯来历第三个月 西湾月的七号 好 那那个呢 是在我们公历的五月三十号日落 以后开始 那就五旬节了 好 那我们再往下一个slide 好 那个时候呢 门徒就照这个吩咐很高兴 就回到耶路撒冷去 持续的在圣殿里面 赞美称颂耶和华 这是根据路加所记的福音 好 在下一个slide 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也是过去两次 跟麦克鲁一起读经里面 他有解释的 这个和尔本的经文呢 我现在就根据麦克鲁的讲解 重新翻译一下 就是说 耶稣是用了许多正确的凭据 是博不倒的一个凭据 那是什么样正确的证据 就是他四十天之久 跟许多的人显现嘛 有一次还向五百个人显现 然后呢 又跟门徒四十天教导他们 跟他们说话 甚至跟他们一起吃东西 这都是真实的证据 是博不倒的 所以向他们显明他自己是复活的 那这四十天的时间呢 他是讲说关于什么事情 这四十天就很重要 讲说关于什么 耶和华国的事 就是讲神国的事 跟他们来解说神国的事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神国的福音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学习的 因为耶稣呢 传讲的就是神国的福音 而且吩咐门徒们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我教导你们 就是这个耶和华国 神国的所有的教导 你都要把它教导出去 因为这样子的教导会很有能力 会很有果效 那所以他告诉他们说 从耶路撒冷开始 为什么 因为耶路撒冷就是所有陀拉 旧约圣经里面 他们研究最多的 所以他为什么吩咐他们 从耶路撒冷开始来教导 那门徒也真的是这样 因为这样子呢 彼得他圣灵浇灌了以后 他起来讲道 也就是根据耶稣 这四十天之久 跟他们所教导的 这个耶和华神国的事 而且他引着旧约的很多经文 来证明你们盯在 这个十字架上面的弥赛亚 父神耶和华已经立他为 弥赛亚也立他为耶和华 耶和华神已经把 耶和华的头衔称号 权柄能力全部都赏识给他 就是给你们盯在十字架上 后来他复活的耶稣 所以他们一听就扎心了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会有那么的有果效 一天三千人 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地方 传福音会很有果效 甚至跟犹太人来传福音 都会很有果效 好 再来 刚刚一章二逼这个经文 没有讲到 就说耶稣他是拣选的使徒 他拣选使徒的时候 当然是靠着圣灵 这是天父来引导他 拣选那些使徒 但是其实这一个经文讲的是说 他所拣选的使徒 不是说透过圣灵吩咐 他所拣选的使徒 而是说在耶稣被接上天之后 他浇灌圣灵下来 浇灌圣灵下来以后 那他所拣选的使徒 就能够去做他所吩咐 门徒去做的事 就是把福音传到全天下去 路加要讲的是这个 那这样子才跟后面他要求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等 耶稣把圣灵给浇灌下来 再讲一次 他是吩咐他所拣选的门徒 去耶路撒冷等 然后之后圣灵浇灌下来以后 这些的使徒们这些门徒 就能够因为耶稣所浇灌下来的圣灵 就能够开始行动 使徒行转就波然壮阔的展开了 好 下一个slide 好 第八节 耶稣跟他们讲的就是 你们之前有听过约翰为我做见证 那约翰有说我会用圣灵来施禁 你们就等着看 耶稣意思就是这样 约翰所做的见证是真的 那再过十天 你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应验的 所以门徒他们是有那个期待的 然后呢 你们得着的这个圣灵以后 就是得着了能力 那就从耶路撒冷 然后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就整个就这样子展开了 这个传福音的行动了 就使徒行转就开始了 好 那升上天的时候 云彩来围绕着他 然后上升 两个天使就跟这些门徒们说 意思是说 你现在眼睛看到他在云彩中 被接上天 那以后呢 人子耶稣也会在云彩中降 降临 那当然那个云彩就不是一般的云彩了啦 那个云彩是有火的 ok在火中降临 在云彩中降临 ok好 那再下一个slide 好那现在呢 这一段slide主要讲的重点是说 他们就是这些门徒们 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持续的在祷告和恳求的地方聚集 我们刚刚所读的耶稣怎么样 在加利利海那边复兴彼得 那基本上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个彼得啦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就是 圣灵充满以后的彼得 跟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 靠着自己血气 或者是自己天然人的意志力 来行事的彼得 有点を 订阅